哈喽朋友们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GLT 别克 它适合摆地摊也好 适合咱们的商务型 所以非常的上感吃 首先咱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微香 我装进去的话也可以 这个颜色在那里 我在搬我的这个直播设备搬进去 这些都是我的直播设备 1234主要是四个箱 今天还得又带一个雨伞 等下会下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放了这个高的 放两个低的 还放这个底座 现在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这台车 是挺适合咱们 摆地摊做生意一而一旧的 然后这台大奔我都不开了 这台大奔放不了那么多东西 只有这台 放得了 这个雨伞我也要放进去 雨伞就这样 好方便 放了雨伞进来啊 就更加的方便了 你看 是吧 哈哈 现在我要给大家对比一下 这台奔驰和这台别克 他们两个 谁的优势比较多 哇 两台一对比起来 先开这边 嗯 好 然后他的这个 尾箱啊 就是这么小 然后呢 你可以再开这边 这边尾箱啊 就这么高 然后就这么大 随便可以放东西 还是七座的 所以啊 很多人 都喜欢买这种 但是呢 咱们这种呢 我觉得 还没有这边这种实惠 你看 他的空间很少 特别是这个位置 他就斜下来了 他就没什么位置放东西 很尴尬 是不是 如果再把这个拉下来的话呢 那就更加的少空间了 就是一点点 但是人家这边这一台 这么高 好了 从两台车对比来看 朋友们你喜欢哪一台 或者大家喜欢我这台的 如果跟光哥好的话呢 跟光哥混的来的话 可以给你开 啊 这台也可以给你开 两台的可以 我还有一百多台在车行那里 很多车的 所以大家有需要这方面的资源 或者是需要这方面的车啊 都可以给光哥 留个言 到时候呢 会给你很好的 最大的福利和实惠 朋友们好 现在呢 已经搬出来了 今天呢 咱们就来到这个草坪这里来直播 就有这么方便 你看 大草原 然后我的音箱设备 这台车 还有他们两个小妹呢 现在 还没有过来 等下就过来了 我们下车的车 是 我们下车的车 再来 我们下车的车